嗨 表姨妹 我一直以來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重訓 然後我的屁股就越練越大 完全就是真正的新北市J-Lo 但是呢 隨著我屁股越來越大 但我的胸部卻沒有變長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比例就是有點失衡 就我屁股這麼大啊 應該配個大胸部才對啊 所以呢 我就一直真心的在考慮 我到底要不要去融入 經過就是非常冗長的反覆思考呢 我今天總算 晉升辣妹行列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是辣妹 我現在是辣妹了是不是是不是 晉升辣妹的誘惑 那請問你現在的單位是 三位是X23跟85 大家都說大胸部很失笑 可是我身邊很多大胸部的女生 他們就覺得 對生活上其實有感到蠻多困擾 真的嗎 那是我超想要大胸部的耶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 大胸部女生的困擾是什麼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來 一日為體驗大胸部女生的生活喔 上面很誇張 修迪阿 修迪阿 保皇哥你可以嗎 保皇哥意思是 有舉些有舉些 保皇哥你怎麼XXXXX 是不是很性感 好 那我就來體驗囉 我今天的schedule是什麼呢 你的胸部要不要收斂一點 沒有我現在自信滿滿 我覺得我自己超火辣 那今天我們其實有一個淡安分的內衣廣告拍攝 喔真的嗎 謝謝乾媽 謝謝乾媽 謝謝乾媽淡安分 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男生他們會拍一些比較性感的照片 之前他們都要先做100個福利挺身 是 所以今天100個福利挺身可以嗎 我覺得可能有點難 有點太重了這邊 我在女明星上電場之前我們說的妝髮美 其他也是不能說的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就小小微走一下 在這邊幫忙準備跳繩 跳繩嗎好 那我就來體驗看一看大胸部女生跳繩會不會有困擾 好重 真的很重 哈哈哈哈 怎麼辦我跟你講我在路上跳 所有男人一定都在看我對不對 是不是都在看我啊 有沒有有沒有 性感 潘蜜拉安德森跳繩法 好累 怎麼有點重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真的有點重啦 我覺得蘋果的重量跟真實的胸部應該相差不大吧 對啊有點累有點累 好我第一個心得就是跳繩的時候這邊的震動感很大 欸我聽說就是大胸部女生其實他們吃零食就是也有困擾 也有嗎 對所以我們今天特地準備了妳愛吃的零食 欸我還沒接到 好我來吃吃看 因為據說呢就是他們說吃零食的時候呢 餅乾的屑屑非常容易就掉到這邊然後都要剝掉 我這輩子沒有這個感受過 所以我來吃吃看 欸是真的都掉到我的乳溝裡面 太誇張了吧 還有胸部上面是真的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沒有東西掉在我胸部上面停留過你知道嗎 只有汗水而已 我第一次掉餅乾在我的胸部上面跟乳溝裡面 我覺得蠻有趣的經驗 對但是你說到覺得很煩嗎 還還不至於 但是可能這個不至於 但是溝裡面的就真的很煩 因為一定要把它撈出來 所以這個呢真的我覺得有困擾到 欸妳現在胸部變那麼大那妳內衣不是全部都要重買嗎 蛤 對耶如果胸部變很大內衣要全部重買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就是 大胸部尺寸的內衣就是比較難買到就是時尚漂亮 然後因為我媽就是胸部超級大 我媽胸部戴F吧 然後我就去拿了一件 是真的我媽這個F那我怎麼那麼小 我就拿了一件我媽的內衣就 就是時髦度就是比較還好 對這也是一個困擾 我覺得大胸部女生的那個內衣要走到時髦的偏難 欸那除了內衣之外妳衣服也要重買耶 對而且我查到就是大胸部女生就是他們的困擾 有一個點是說他們的衣服就是不好買 所以呢我今天就帶了我一件就是 我原始胸部尺寸的時候穿的衣服來穿看 大胸部女生到底穿不穿得下 天啊欸我是真的 我原本可以穿下衣服然後我是真的扣不起來 我現在就是穿 而且你旁邊那個現在是變肚兜是不是 對欸我是真的穿不下欸 而且如果說就是我真的胸部變這麼大 之後我的衣服蠻多是真的要完全性的重買 因為這件是市面上的M號欸 所以真的是遙傳是真的欸 我看那衣衫不整 不是衣衫不整 我剛剛剛剛被怎麼樣嗎 那所以這個遙傳是真的欸 就大胸部女生她挑衣服其實是有個限度的 因為像這件是 我真的就是扣不起來 真的 今天那一整天體驗下來 大胸部感覺還蠻麻煩的欸 對雖然大胸部真的有一些困擾蠻麻煩的 但是我真的還是想要大胸部 不過 我先把那 我來夾奶先拿出來 大胸部也太重了吧 我的天啊 欸你要吃嗎 我不要 我不會 我不要吃我 我不要 不吃不放你暗示給我吃 給我吃下去 但是呢我是真的餵死 就是有去Google就是熔爐的手術 然後我現在償到就是36萬 然後就是要大概要躺一個月 要休工一個月 我不能做事 那其實這樣一個月 你不只准是36萬欸 對 因為你看我越說越破億的人 這樣我 可能就損失就一兩億的這樣不行啊 而且我 而且妳現在好平喔 不要放你包一點喔 而且我覺得 而且超平欸 對啊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那一天就還會小A啦 因為小A啦要做 然後她就我說到底痛不痛 她說這種東西怎麼可能不痛 就是一定會痛的啊 她說但是因為她本身是個生化人 她說沒關係痛一下都過了 然後有一天就覺得 蛤好糾結喔 我還真的會有些害怕 所以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到現在 一直還沒有去弄露的原因 那其實今天我告訴你 也不一定要花這36萬 是 就可以讓你原地升級套 還無痛 無痛 然後也不用修一個月是不是 對 太棒了 到底是什麼呢 我現在要吃一口嗎 我算了不想吃 這也不想吃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一款 就是這一款 請教我這是什麼呢 高山丹 感恩 今天的乾媽 是來自德國百年 內衣專家品牌 戴安芬 那我身上穿的呢 是他們最有名的 AQUA水感洞系列 我跟你說 穿上去真的很感動 你自己有這樣子的曲線 如果你是習慣穿有鋼圈的話 水感洞這一件 我是真的非常推薦 它是非常舒適耐穿的內衣 那裡面的那個水感洞 那個罩杯啊 跟那個動感的水波襯墊 它就是打破就是 集中款內衣就是那種 厚重又悶熱的傳統印象 真的穿起來很輕 而且非常的柔順輕盈 那它的照波效果呢 是非常的自然飽滿的那種胸型 而且呢它的水波襯墊 是有動感設計的 它使用的是日本的溫控紗線 所以呢它一年四季穿起來呢 都不會悶熱 那胸前呢 有一個他們家獨家的 皇冠的墜飾 它非常的低調優雅的蕾絲 也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那它側邊呢 一樣呢是高斜邊的設計 那我覺得呢 包覆感非常非常的好 我怎麼動呢都覺得很自在 我跟你講 就是你知道 跳繩也非常的OK 很輕盈耶 我之前穿就是這種 胸部要變大的 就是這種內衣啊 我都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窒息感 因為它就是把你的胸部這樣 捆起來 你還有辦法這樣挺起來 但這一款呢 就是完全沒有窒息的感覺 而且之前穿那種 就是胸部要變大的內衣 就是你知道 它那邊都會很厚 所以我覺得很悶 可是這一款呢 就是它裡面水波襯墊 我覺得 就是它透氣度是有的 後面整個就是網沙的設計 所以夏天穿的也是非常的涼爽 所以每一次我穿上就是 AQUA的這系列內衣 我是真的就覺得很有自信 而且是尤其我那天要穿 就是比較緊的衣服 我必穿AQUA 我跟你講 女生胸部這樣挺出來之後呢 視覺上會變瘦 因為為什麼呢 肚子好像消下去了 不然你知道 奶子一小 你知道肚子這樣看起來 好像比奶大 那個什麼 胖小奶 絕對不行 一定要挺出來 欸其實它這樣看起來就整體很強大 但是 內衣這種東西 我覺得除了女生自己穿的爽之外 因為它其實很有可能 隨時會成為一個戰袍 所以我們今天安排了一個神秘嘉賓 等一下該不是小賴吧 欸不是 還是其實好 不care他們兩個都好 我們就要跨台打給你的男朋友 真的假的啦 對 我們就叫他現場挑 看他喜歡哪一套 好 那我現在打給他是不是 好 我現在打給他了 你太羞耶 你太羞耶 真的 你太羞耶 對 換你錢吧 換錢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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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冷漠 他在看我分手啊 他很冷漠 他说你很冷 所以它看起来 OK 这是第一个 我会展示你第二个 嗯 OK 嗨 honey 这是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黄色 对 这个 你选择这个 这个 他选择这一件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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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 他有谎神了 他没有认真心 I hold you right now I hold you What's up I mean why do you choose this one 呃 it just looks better like the colors brighter it has flowers on it and yeah it matches your skin tone 噢 她说这个跟我的肤色很搭 对 然后她说 就是比较亮一点这样 噢 OK 那这就是我的战袍 这就是我的战袍 这就是我的战袍 you know what you know all my fans they are straight men so you will have a lot of competitors you know 不能骗他了 我干嘛 我本身公司公司不是直男 骗他说我本身都直男 I'm just kidding I'm kidding my followers are girls and gays 啊 ok thank you lov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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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男友选这一套 你看男友刚刚是不是太度非常冷落 超冷落 是不是要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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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吗 神优神优 那就顺便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呢 就是戴安芬AQUA系列的无缸圈款式 那无缸圈的那一期最怕就是支撑力不够 那这一款呢我是真的穿过之后觉得不用担心 因为他搭配他的水感洞的罩杯跟水波沉淀呢 有理到外就像水波一样 他非常的舒服 然后是温柔集中脱包的感觉 那他用的是BRA AIR的呼吸罩杯跟水波沉淀上面 他有个透气的那个孔洞 那他这个无缸圈呢是轻浮的设计 所以他整体的搭配呢就是凉爽舒适感 就算夏天我穿一整天呢 我是真的都不觉得就是有被捆住那种闷热的感觉 那他单分呢就首创就是无缸圈的款式内衣 他前面是DV的设计 那他DV的设计啊跟他那个蕾色的刺绣 其实我觉得是蛮低调性感 那他侧边呢是这种就是高斜边的设计 那他搭配的是透气的网布 所以他包覆性啊跟安定性我觉得 我穿起来都觉得蛮好的 这款呢是真的真的超级舒服 他没有钢圈但是呢完全解决就是 如果我那一天想要发懒就是想要穿 你知道就是比较不要那么那么那么束的内衣的话 我都很爱穿这款巨钢圈的版本 那因为有时候你就直接穿就是没有钢圈的内衣 就觉得哇靠那些胸部就是超频 就你刚你刚讲的啊就超频 你要认识你自己比较 对啊超频 但是这款他明明无钢圈 但是他却又是让你有胸部 所以这款我超级大爱 那虽然我真的很想要大胸部 我很想要龙鹿 可是因为就是我怕痛 然后就是很贵 然后又要休息一个月 所以呢我就先穿了DV的AQUA系列 达到我梦寐以求就是曲线的效果 我是说真的穿上去我真的自信心 马上就是升起来 谢谢大家一分 谢谢大家一分 而且呢就是完全不闷热不厚重 而且不麻烦 而且非常非常的舒服 最后呢还提醒大家 如果那天呢是穿比较紧的衣服的话呢 就是有钢圈系列 你知道它因为它照播运动呢就是比较强烈 那无钢圈的版本呢 就觉得你那天想要有点小累 小懒惰小懒惰啊 但是呢又同时要有就是曲线的感觉的话呢 你那一天呢就可以选择五钢圈的版本 那就推荐给就是胸前想要美丽的表妹们 好啦 喜欢订阅呢不喜欢的话呢就比较勉强 我们下次见啰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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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